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个人物啦 他做生意的时候缺少资金 于是他打算找他的一个朋友叫格林 借一点钱来渡过这个难关 生意周转上有一些问题吧 所以他就对着他这个朋友说 诶 bro 老朋友 诶我最近我的手头有点紧诶 你可以先借我一万美元吗 给我顶一下啦 我过了就没有问题了嘛 那个朋友在格林就回他说 诶 bro 没有问题啦 不必客气 你要借多久 然后这一个老布呢 就对着这个他这个好朋友 这个格林说到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格林是犹太人 而且是属于放高利贷的一个犹太人 他会借我钱 但是他利息应该也不低啊 他就说这样 他就先对着他说 诶 这样子你先告诉我 我要还你的利息有多少 我才决定嘛 而这个格林就一口就很大声地 对他说到9%的利息啊 9%啊 这个老布就震惊了嘛 他说什么 你发疯了吗 你怎么可以向你的这个好朋友 收起这么高的利息呢 对于我这朋友一般上 对于我 他应该是他们同个教会了啦 就教友应该也只有6%的利息啊 你这样的行为让上帝看到了 他会有什么想法呢 你是不是欺骗我 你怎么收的比人家还要多 为什么收的更多呢 他就分分不平啦 而这个格林呢 对他说道 上帝不会有什么想法的 因为哦 上帝从天上看下来了之后 9刚好长得像6啊 所以他不会知道的 所以 以这个故事来看呢 我觉得 嗯 你要跟犹太人借钱要三十啊 因为给我感觉上就是 他们是一个 为自己利益着想的一个人 尤其是这个格林先生 这格林他根本就是一个 我们现在说的话的就是一个 吸血鬼啊 哇 借钱你想象一下 我今天借一块 借一块钱我花六宝钱 我跟他借一百块我要还他 那个 那个那个九块哦 非常非常的高的一个利息啊 好 今天故事也就分享到这一边 哦 别忘了订阅我的节目 继续收听我的节目 还有留言让我知道 按赞我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